第五轮 偶怪小组在第五轮 巴萨克场2比1击败艾恩霍温 梅西再次成为全场最佳 他传设进攻 尤其是梅西的顶球 他冲神操作 他在进取里一类似破门 艾恩霍温门将目藏口呆 此外 梅西在欧冠中为巴萨打进106球 而菲罗为黄马的进球是105个 梅西成为了欧冠史上 为单一俱乐部进球最多球员 不过 菲罗仍在欧冠总进球榜上位置第一 他的进球记录是121球 巴萨已经提前出现 但为了提前锁定小组第一 巴萨也没有放松 直到比赛定力10分钟 将局才被打破 而挺身而出的人是梅西 等给来的带球速度并不快 在包围下 他把球挖给了梅西 巴萨队长就此开始表演 梅西突然改变节奏 在进取里 梅西面对三人包夹 他左脚连扣两下 摆脱了三人防守 最后在另一位 阿英霍尔防守球员封度前 梅西左脚是门得手 踢球窜入网窝时 阿英霍尔门架没有任何反应 巴萨著名本司 国内歌手苏醒直言 打破僵局的这球 那种技巧 不像地球员 就此 梅西打击了代表巴萨出站欧挂的第106球 由于斯伊罗已经转会尤文图斯 因此 梅西基本确定 将独自占据这线记录的榜首了 当然 梅西的欧挂总进球数对比斯伊罗还有差距 梅西是106球 而斯伊罗已经达到了121球 因此 梅西想追赶斯伊罗的总进球数 还需要努力 此外 小组在五轮 战霸 巴萨基13分锁定小组第一 这也是巴萨连续12年欧冠小组投赢出现 是历史上第一次完成此目标的俱乐部 下集中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